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 古比哥哥 你看前面 那位大眼睛的虾哥哥 穿着好漂亮的衣服呢 五颜六色的 还带着彩色的尾巴 就像孔雀一样 哈哈 妮娜 悄悄告诉你 那位虾哥哥叫做雀尾螳螂虾 别看他长得这么好看 他还是海底世界的拳击冠军呢 拳击冠军 螳螂虾为什么是拳击冠军呀 我们凑近点 看看他平时是怎么练拳的 妮娜 你仔细看 螳螂虾身体前面那两只大大的熬枝 像不像拳击手戴着的手套 螳螂虾就是靠这队十分发达的拳头来猎食的 咦 古比哥哥 螳螂虾前面的小螃蟹怎么就碎了 我怎么都没看清楚 哎呀 你看不清不奇怪 那是因为螳螂虾出拳的速度太快了 一秒钟可以打出五十拳呢 哇 真的太厉害了 能让螳螂虾哥哥也教教我吗 这样我就不怕坏人欺负我了 妮娜妹妹 别激动哈 螳螂虾的拳击之所以能这么厉害 是因为它身体的特殊结构 螳螂虾有着一对像螳螂一样的 可以折叠在一起的熬枝 这对熬枝是它全身最坚硬的部分 通过对熬枝的折叠加速 它的每次折叠拳击都能又快又猛 威力和用手枪射出来的子弹一样 而且螳螂虾由于又快又猛的出拳 和海水的摩擦会产生出高温 出拳瞬间甚至都能让周围的水 冒出电火花 产生海下冲击波 妮娜 我告诉你哦 如果人类能具备和螳螂虾一样的比例 就可以把棒球扔出地球了 好吧 那看来我是学不来了 还是不去打扰螳螂虾哥哥了 妮娜 别伤心啊 你看那里海虾们在锻炼身体呢 海虾们一弯腰就能跳好远 在海里窜来窜去的可灵活了 但是它们为什么平常也弓着身子呢 像个驼被老公公一样 哈哈 妮娜 你这就不懂了吧 弓着身子虽然不好看 但这是虾的独门武功 哎 快点告诉我虾的武功秘籍是什么吧 虾是节肢动物 胸部和腹部有着一段一段的关节 虾能够弓着身子 就是靠这些像弹簧一样自由伸缩的关节 虾的腹部和胸部都有角 叫做布足 虾在水里面移动的时候 就是靠摆动身上的布足来滑水游动 在水中世界里 常以打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来形容弱肉强食的现象 虾是水中最弱小的动物 有许多鱼和动物都会抓虾来当食物 因此虾经常会遭到敌人的袭击 当虾遇到危险时 它就会攻起腰 把身上的关节都锁起来 像堂皇一样猛的一弹 远远地跳开 之后再用布足拼命滑水 虾就是这样 常用一弓一跳的动作来逃命 所以虾平时总攻着身子 是它的一种本能的防身术 原来海虾背后还有这样的秘密 感觉海虾们个个都身怀绝技呢 是啊 在大海里生活 你没点绝技都很难保护自己呢 妮娜妹妹 我们见识过了海洋冰匠里的虾兵 他们是不是都很厉害呀 对呀 那我们接下来要去看谁呢 我好期待呢 现在我们把潜水艇往岸上开 给你介绍一下蟹匠们 咦 如果潜潜水退去 它们就会从洞里出来 你看沙滩上那个挥着一只大钳子的就是招潮蟹了 是不是很威风啊 哇 招潮蟹的钳子怎么一只大一只小呀 妮娜 只有公螃蟹才会长出一只大钳子 用来攻击对方和追求母螃蟹 母螃蟹的两只钳子都是小小的 对了 顾比哥哥 它们为什么叫做招潮蟹呀 难道是因为能够招来潮水吗 呃 妮娜 其实招潮蟹并不能招来潮水 只是它们已经掌握了潮溪发生的规律罢了 至于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是因为每当大海落潮后 就会有大量的招潮蟹从洞中钻出来 到沙滩上找东西吃 可是每当下一次潮水来到前十分钟 它们就会像收到警报一样 放下手中的食物迅速返回洞里 以前的人们看到沙滩上这种螃蟹 每次都在斩潮前撤退回家 以为是它们招来了潮水 于是就给它们起了找潮蟹这个有趣的名字 诶 为什么招潮蟹能知道潮溪规律呀 太神奇了 招潮蟹世世世代代在海边生活 在很久以前 它们还不知道潮溪规律 经常会在沙滩上 吃着吃着饭 就被突然上涨的潮水给卷走了 所以每次出门吃饭都得提心吊胆的 后来招潮蟹为了能安心出门吃饭 不再被海狼冲走 它们就开始去适应每天的潮溪变化 在体内逐渐形成了规律的作息时间 这个作息时间像计时器一样 让招潮蟹能感知潮水涨落 之后再也没有被潮水卷走 因为它们在吃饭和活动的时候 就能靠这个计时器 与之海水涨落 提前回家 原来是这样 大家可别像我一样 看到名字就以为 招潮蟹能够招来潮水了哦 孤比哥哥 除了招潮蟹 沙滩上也有很多其他种类的螃蟹呢 它们走路的姿势好奇怪呀 这样能看到前面的路吗 哈 妮娜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你看到它们像火柴棍一样 竖起来的眼睛了吗 它们的眼睛是可以360度旋转的 所以也能看到前方的障碍 我看很多小动物都是直着走路的呀 螃蟹真奇怪 它们为什么要横着走路呀 因为它们的身体结构的问题 只能这样走路啦 别看它们横着走 行动起来 和我们直着走路一样敏捷呢 大多数螃蟹的身体像个椭圆形 宽宽扁扁的 八只脚分别长在身体两边 螃蟹的每只脚都有七节组成 关节只能上下活动 就像人的胳膊肘不能往外拐 膝盖不能向后弯是一个道理 要是螃蟹选择直着走 那只能一点一点的向前挪 走的比乌龟还慢 如果遇到危险的话 早就给敌人抓走了 而且螃蟹这样宽大的身体 选择横着走会比较省力 能以最快的速度进入狭长的洞穴 躲避敌人的攻击 哈哈 这么多年我们都误会螃蟹了 妮娜 我再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其实也有能够直着走的螃蟹的 那就是和尚蟹 它也在沙滩上生活 你看 古比哥哥 今天谢谢你 我收获实在太大了 原来太阳中的拳击冠军 是有着发达熬枝的螳螂虾 而且它的折叠拳击威力这么大 海虾们总是拱着身子 是因为它们要时刻准备好躲避敌害 招潮蟹并不能招来潮水 只是有着准确的作息时间 来预知潮水的变化 从而提前应对 而螃蟹横着走 是因为它们的脚关节只能上下活动 换着走才是最省力的移动方式 这些海洋冰浆 个个都身怀绝技 真是太威风了 哈哈 米娜 不要激动 海洋里除了有虾冰蟹降 还有会超能力的鱼儿呢 下一期啊 我再带你去看看 海洋中拥有超能力的鱼儿 你一定会更加喜欢呢 下一期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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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